1月29号是邓丽君诞辰68周年纪念日 当天上午在北京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内 一场由歌迷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正在进行 还与远在台湾的邓丽君三哥 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长复连线通话 共同缅怀这位歌者 邓丽君歌友会和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 共同策划组织了这场纪念君姐的活动 邓长复对歌迷们的热情 表示感谢 他介绍在台湾邓丽君墓云园前 也有很多歌迷前来悼念 今天是很多歌迷 有中国大陆 有日本 有香港 新加坡 还有台湾各地的这个军迷朋友 送了非常多的花 和祝福 在这里非常感谢 会代表我们家人和基金会 对这么多的歌迷朋友们 这种诚挚的感谢 也祝福大家保重身心 祝大家都能够很顺利 谢谢 歌迷会现场 提前预定的生日蛋糕 正是邓丽君生前最喜欢的桃粉色 一位倍声双翼的小姑娘 安静地端坐着 代表了歌迷们对邓丽君自由翱翔的美好祝愿 墙上的流烟板 白色的蜡烛 君迷演唱的邓丽君的歌曲 浓烈的思念之情扑面而来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 它不仅仅是个歌星 它是一个代表 一个时代的代表 一个文化的代表 我们每年在1月29号这个日子 我们都会举办 纪念邓丽君小姐生日的这么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一起分享 邓丽君带给我们的音乐 带给我们的快乐 谢谢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声 2020年12月底 邓丽君研究会策划 并与全球邓丽君歌迷总会 联合举办 《我心中的邓丽君》征文比赛 至今已收到全球各地军迷 投稿300多篇 运业告诉中心社记者 投稿中流露的真挚情感 常让她感动得热泪盈眶 作为一个资深的军迷 她希望有一天能去到台湾的云园 亲自缅怀自己的偶像 云园对我们军迷来说 是一个我们非常向往要去的地方 但是很遗憾到现在呢 还一直没有去过 那么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回到云园 去看望邓丽君小姐 去纪念她 缅怀她 同时也希望 台湾和大陆这边的文化交流 能够更好的发展 我们也愿意 为两岸的文化交流 做出我们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